很健康,很健康,一起平順,慕愛 此鄉參拜,致正匾額,發送議員紅包 春節假期,內政部長劉昌多次回到故鄉基隆走村拜廟 並發送內政部印製的議員輔帶 祝福市民朋友們,農聯都能農騰虎笑,步步高盛 其中,八斗子地區信仰中心萬安堂 更邀請劉昌正匾,臨遭釋海 廖方,我非常希望,我們能夠來正義匾額 希望也能夠讓大家對這個地方更有一些相信力 然後也希望說,神靈能夠更加的發揮 然後能夠為我們所有的民眾,大家來造福 所以,我們非常樂意,然後對所有的宗教信仰 來給予認同跟支持 而為了使第一線消防人員在火場等資訊不明的 救災現場能善用科技,降低救災風險 2月15號春節連續假期結束後上班首日 內政部長劉昌在行政院會提出 充實各縣市消防機關科技化救災 用無人載具裝備協助計劃 113年將編列6.6億經費 協助22個縣市消防單位 添購88台紅外線熱顯像無人機 以及88台救災機器人 確保消防人員安全 劉昌補充表示 行政院也核定建構國家安全化學與韌性永續計劃 114年起將編列4.6億 協助地方添購72台紅外線熱顯像無人機 及33台救災機器人 屆時全國將有紅外線熱顯像無人機 421台及救災機器人155台 希望用科技改變救災模式 逐步打造救災機器人車隊 提升救災能力也能更全面守護消防人員安全 كن記者related 記者張琴琳 基隆報道